民族情怀两岸脉动 全球的华人网友大家好 今天是2021年10月28号 农历新丑年9月23 欢迎大家收看两岸头条 今天的主要内容有 蔡英文首次证实 有美军在台湾存在 如何解读 台海观察人士指出 这是美国对民进党当局 巨额军购的售后服务 海协会副会长孙亚夫受访强调 蔡英文所谓四个坚持 一个都坚持不了 其宣传两国论 已达到空前张狂的地步 有消息称 欧洲议会议员下周组团参访台湾 中方回应 违反一中承诺将做进一步反应 解放军首度派遣武装直升机寻岛 岛内分析称 或是针对东沙演练夺岛作战 美智库称 如果解放军出兵东沙岛试探美国 保卫台湾承诺 美台几乎束手无策 美国媒体CNN在10月28号 刊出一篇对台湾地区领导人蔡英文的英文专访 在访问中 蔡英文首次证实了在台湾岛内有美军的存在 报道称 这是1979年 美国与台湾当局断绝所谓官方关系之后 台湾地区领导人首次亲口证实 美国在协助训练台军 除CNN外 包括华尔街日报在内的美国媒体 多次披露美军在台湾岛内长期驻扎的消息 两岸头条栏目也对此进行过深度报道 不过台军方对此一直是讳莫如深 台军负责人28号仅低调证实 确实与美军有长时间的频繁交流 但却否认美军是驻扎在台湾 那么该如何理解蔡英文首次公开这个 所谓美台军事交流的秘密 请看记者无疑的深入报道 CNN称台湾岛被推向中美日益紧张的关系中心 报道还称自特朗普及拜登担任美国总统以来 加强与台湾方面的所谓关系 大规模军售及具官方身份的人 高调访问台湾等激怒了北京 解放军军机创纪录的寻岛规模 一定程度上就是回应上述行为的结果 蔡英文在接受CNN访问时还渲染称 来自北京的威胁每天都在上升 访问中蔡英文并未透露台湾岛内具体有多少美军 他仅称并未有想象中那么多 与美方有广泛合作 目的是提高台方的防御能力 美国媒体早前曾多次透过所谓内幕消息的方式 披露有美军常年住在台湾 协助台军进行军事训练 但台军方对此一直讳莫如深低调处理 CNN报道特别强调 这是美国与台湾当局所谓断交以来 几十年来第一位正式有美军在台湾 协训台军的台湾地区领导人 随着蔡英文揭开美军在台湾协训台军这个所谓的秘密 台军方的表态也稍有变化 但仍然相对谨慎 据台媒报道 台防务部门负责人邱国正28号也证实 台军跟美方一直有交流 在各个城市各个领域都很多很频繁 而且时间也很长 邱国正称 邱国正28号在台立法机构回应中国国民党明代质询时称 台美在所谓军事交流中会有几个人到台湾协训台军 他强调仅是协助但没有部队进驻 他说美军到台湾来协训当然会驻在台湾 这是所谓交流的范畴 邱国正又说美军到台湾长期演训 人员驻在台湾与整部队进驻不同 目前没有美军整部队进驻台湾 据不具名台海观察人士对两岸头条节目组表示 美军长期在台湾岛内协助训练台军并非是秘密 也算不上什么新闻 解放军对这类情报一定会有精准掌握 美国对台湾有巨额军售 台军配备大量所谓美式武器 台军的军事素质有目共睹 简单军事训练都能造成伤亡事故 美军怎么放心把这些武器完全交到台军手中 万一操作不当 样成两岸军事危机 把美国拖入乱局 美国届时进退两难 反而戳破其所谓对台湾坚如磐石的承诺 不具名台海观察人士表示 蔡英文与民进党当局 举债千亿向美国军购 所谓美军协训台军 说通俗一些 就是提供军购的售后服务 从台军历年所谓演习中暴露出的问题看 美军对台军这些协助训练 并未实质性地提升台军战力 更无法从根本上改变台海两岸军力实力 此消彼长 而且差距越来越大的现实 正如大陆官方所证告的那样 所有以美谋独 以武谋独的图谋都是幻想 搞台独只有死路一条 解放军有足够强大的能力 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 据环球时报报道 海峡两岸关系协会副会长孙亚夫 日前接受采访 对民进党当局领导人的 所谓四个坚持逐一批驳 他表示 这篇讲话说得阵阵有词 但根本站不住脚 所谓四个坚持 最后一个都坚持不了 他从法理与事实层面 揭穿其荒谬性 指出其坚持两国论 为台独找出路 是十分危险的 请看记者李宁的综合报道 台湾地区领导人 每年10月10号 发表所谓讲话 是发表台湾当局 所谓内外政策的场合 会引起一定关注 蔡英文在今年的讲话中 提出所谓 坚持自由民主的宪政体制 坚持中华民国 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 坚持主权 不容侵犯并吞 坚持中华民国台湾前途 必须要遵循 全体台湾人民的意志 等四个坚持 孙雅夫说 第一个坚持是民进党 和台湾拒绝和平统一的人 惯用的一个手法 他们将统一与不统一 分裂与反分裂 说成是自由民主问题 大陆方面已经找到 在两岸社会制度 和生活方式不同的情况下 实现和平统一的办法 那就是一国两制 这是一个和平的办法 也是一个民主的办法 但却被台湾方面所拒绝 孙雅夫指出 蔡英文所提的第二个坚持 继承李登辉的两国论 而且是两国论的升级版 宣传两国论 达到了空前张狂的地步 不要说所有反对台独的人 都反对两国论 即使两国论本身也站不住脚 孙雅夫表示 坚持两国论 想方设法为台独找出路 都是不可能得逞的 不要痴心妄想了 针对第三个坚持 孙雅夫说 台湾不是一个国家 也就没有主权 只有中国才拥有对台湾的主权 既然没有主权 那何来主权不容侵犯并吞呢 对于第四个坚持 孙雅夫指出 任何涉及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的问题 必须由全中国人民共同决定 台湾是中国的领土 前途只有一个 就是与大陆统一 按照一国两制方式实现和平统一 会充分听取台湾各界和广大同胞的意见和建议 孙雅夫指出 蔡英文讲话中的四个坚持 是台独立场的坚持 是站不住脚的 那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提出来呢 除了坚持台独立场使然 从通篇讲话可以看出他们实下的考虑 即明显感受到民进党当局谋独挑衅 引发台海局势紧张动荡的现实危险 对岛外想争取美国日本等国家的支持 对岛内想稳定民心 呼吁所谓团结 以力对大陆顽抗下去 对大陆加大挑衅 身高对立 加剧紧张 为其谋独挑衅账目 孙雅夫表示 民进党当局为应对台海形势变化 所做准备的方向完全错了 恰恰是会挑起台海战争 如果他们执意走下去 将成为在两岸统一时 受到历史审判的一大罪证 据香港南华早报27号报道 欧洲议会议员将于11月初组团访台 该报道引述多名知情人士的话称 该所谓代表团计划于下周早些时候启程 与民进党当局高级官员进行会面 报道称 这次计划中的所谓访问正值中欧关系 遇到障碍之际 有关举动肯定会激怒北京 详细内容请看记者张灵的报道 据报道 该所谓代表团领头的是 长期在所谓新疆人权问题上 散布谎言和虚假信息的 欧洲议会议员格鲁克斯曼 报道还提到 民进党当局正在游说 推动与欧盟达成双边投资协定 但欧盟方面称 达成这项协议没有令人信服的经济逻辑 据台湾官方通讯社报道 台外事部门27号表示 若有确定消息将事实说明 发言人欧江安表示 台湾与欧盟彼此都有所谓 继续拓展各项领域合作伙伴 关系的强烈意愿 将继续共同努力 发展所谓紧密且互利互回关系 中国驻欧盟使团发言人 26号对此回应指出 一个中国原则是公认的国际关系准则 和国际社会普遍共识 是中欧建交和发展双边关系的 政治基础 不同台湾当局 开展任何形式的官方往来 是遵守一个中国原则的应有之意 发言人表示 欧洲议会是欧盟官方机构 下设委员会如派出议员访问台湾 将严重违反欧方对奉行 一个中国政策的承诺 损害中国核心利益 破坏中欧关系健康发展 中方将根据事态发展 做进一步的反应 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 在27号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强调 一个中国原则是公认的 国际关系准则和国际社会 普遍共识 是中欧建交时 欧方做出的庄严承诺 欧洲议会是欧盟重要官方机构 其成员理应恪守欧方所作承诺 慎重妥善处理涉台问题 维护好中欧关系发展的政治基础 同时我要再次强调 中国人民捍卫国家主权 和领土完整的决心坚定不移 综合台媒报道 台防务部门日前发布消息称 本月26号共有7架次解放军军机 进入台湾所谓西南空域 其中包括一架次武直十武装直升机 和一架次米十七直升机 两机种均为首次入导巡航 对此两岸军事专家给出了不同解读 详细内容请看记者尹在南的跟踪报道 报道称 本次直飞的解放军武直十武装直升机绰号霹雳火 可携带空对空与反坦克导弹 被称为中国版阿帕奇 再搭配米十七运输直升机 疑似可载运两个班的兵力 对台湾进行所谓夺岛缩战 值得一提的是 早在十一国庆期间 解放军在短短五天内 共派遣150架次军机进入台湾所谓西南空域 引发岛内舆论哗然 台空军前副指挥官退降张延廷表示 此次武直十与米十七运输直升机进入台空域 与月初解放军军机寻岛是一整套操演 目的是取得台海空中优势并进行快速打击 其演练登岛的对象 或许并非台湾本岛或金门马祖 而是一手难攻且最具战略意义的东沙岛 针对解放军直升机和固定翼战机 一同现身台湾所谓西南空域 大陆军事专家傅前哨在接受采访时表示 这种搭配出现在台海附近是一个新的格局 说明台湾西南方向上空 完全在解放军的巡航范围内 我军在此区域进行相关训练 已经得心应手 无论是战斗机 预警机 反潜巡逻机或是本次的直升机 大家都能去 体现出解放军的日常训练和作战能力 正在不断提升 对于解放军在台海周边的军事行动 东部战区新闻发言人张春辉此前曾表示 台湾及其附属岛屿 是中国领土神圣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中国军队战备巡航完全正当合法 是针对当前台海安全形势 和维护国家主权需要采取的必要行动 战区部队有决心 有能力挫败一切台独分裂活动 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 坚决维护台海地区和平稳定 据美国媒体引述美国智库 新美国安全中心一份研究报告称 解放军会通过攻击台湾当局控制的领导 来试探美国是否会所谓保卫台湾 报道称 多位专家在进行兵器推演后得出结论 指美国几乎没有可靠选项 对解放军的军事动作加以应对 具体内容 请看记者贾若林的报道 该报道指出 许多观察家认为 解放军对东沙采取军事动作的所谓剧本 越来越有可能发生 但兵推发现 如果情况发生时 美台难以在不升高危机的状况下 强迫解放军撤退 采取更激进的军事回应 可能造成战事升高 美台双方希望避免该状况 而由于中国是经济强国 美国也难以无限制的制裁 报道声称 在中国大陆行动前进行成功阻止 是最好的方式 美台应多边协调 建立可信的威慑力量 与日本的合作至关重要 东沙群岛位于我国南海海域 其主导东沙岛由台湾当局实际管辖 上面驻扎约500名台军 就在上述报告发布之际 美国政府和民进党当局正一唱一鹤 在涉台问题上大肆炒作 针对美台近来勾连动作不减 国台办发言人马晓光27号表示 美台近期加紧勾连挑衅的背后 包藏的是以台制华的祸心 打的是以美谋独的算盘 无论他们怎么勾连折腾 都是徒劳的 他强调 美国总想拿台湾问题做文章找麻烦 不断挑战中国核心利益 是枉费心机 我们绝不容忍台独 绝不允许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 任何人不要低估我们捍卫国家主权 和领土完整的坚强决心 坚定意志强大能力 如果民进党当局继续沉迷于以美谋独 以武谋独的梦幻中 胆肝铤而走险 必将遭致列顶之灾 最后来看一则地方快讯 据新华车报道 27号以更据一脉 惠荣两岸为主题的 2021海峡两岸苏州青年文化院正式开幕 吸引了长江三角洲地区台湾青年 和大陆青年共300余人参加 今年的活动由国台办交流区指导 江苏省台办 苏州市政府 南京大学主办 国台办副主任龙明彪在视频致辞中说 文化交流在强化两岸青年 共同的国家民族认同 促进心灵契合方面 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是推进祖国和平统一进程中 一项基础性工作 苏州市委副书记 代事长吴庆文在致辞中说 希望通过本次活动 为两岸青年加强交流 增进了解 凝聚共识 共谋发展 提供助力 同时承邀期盼 有更多的台湾青年 来苏州走走看看 到苏州就业发展 亲身感受 这座千年古城 历史文化与现代文明 交相融合的魅力 以上就是今天 两岸头条的全部内容 更多新闻资讯 请关注中国台湾网 也欢迎网友们 在中国台湾网 头条号 抖音号 快手号 官方微博等评论区 留言互动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